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永远绕不开的原生之罪 有些故事可能你以为你知道了 却未必是全貌 那就从头说起吧 台湾的两个最著名的小三 其一是出身书香世家 满口爱情至上的琼瑶阿姨 另一位就是令人嘖嘖珍奇的林月云了 也就是侯主播的马咪 林月云年轻时是 红极一时的闽南语演员 相貌与女儿极相 圆脸大眼睛笑起来 甜得像人处无害的小白兔 处处动人 二十二岁那年 林月云邂逅了侯世红 侯世红出身台南望族 圆也做过闽南语笑声 彼时已转为幕后 在电视台做制作人 两人倒算是良配 只可惜所欲非识 侯世红已有妻房 然而侯世红的妻子 并没有成为两人的阻碍 林月云义无反顾地与她发展了 婚外恋情 1977年 林月云怀孕了 侯世红很是欢喜 立马回家与老婆 郭纯美商量离婚 郭纯美自活不同意 侯世红只好作罢 可是她心里老觉得亏欠了林月云 怕她运气无聊 就带她四处交际 认识了自己的朋友 多几个麻将搭子也好 打发时间 于是林月云在牌桌上 认识了蔡家的大公主 蔡桂赵 也就是观影的姨妈 此时蔡桂赵早已嫁人多年 驸马爷正是邱家雄 这两人之间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 富家千金爱上凤凰男的故事 蔡桂赵上高中的时候 邱家雄还是一名专业的举重运动员 曾随团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 于是1954年 蔡桂赵与邱家雄晚婚 婚后 邱家雄在岳父的国泰建设工作 之后又在蔡家的扶植下 回到嘉义开展地产事业 独立门户创办了赞泰建设 可以说她在后来的身家和地位 与妻子娘家的帮衬是分不开的 蔡桂赵与邱家雄两夫妻结婚二十余年 原本一直相敬如宾 直到林月云出现 林月云人长得漂亮 性格又乖巧 蔡桂赵跟她一见如故 亲丝姐妹 大牌 逛街 跑三温泉 都带上她 慢慢的 林月云与姐夫 邱家雄也舒适了 每次打完牌后 蔡桂赵 都让丈夫送小妹回去 一来二去 爱美丛生 邱家雄与林月云之间的死情 就这样送出来了 不过当时林月云带着女儿 侯佩岑正等着和侯士红离婚 然后一起过日子 可是她左等右等 足足等了四年 无论侯士红 怎样软磨硬泡 郭春梅 还是不同意离婚 让侯佩曾入足 算是她最大的让步 至此 林月云新知与侯士侯 结婚无望 便与其分手 1982年 刚与旧情人 断了往来的林月云 就开始了第二段恋情 对方就是邱家雄 两人在地下交往了一段时间 意外被一间桑拿的员工给暴露了 那家桑拿 原本是他们常去的 有天 邱家雄接了林月云 前脚刚走 蔡贵赵 后脚也出来 店员一时口快 姐 怎么没走啊 姐夫 刚接林姐走了 不伦恋情 就此曝光 邱家雄干脆跟蔡贵赵 摊牌 要求离婚 但是历史重演 蔡贵赵 也是坚决不同意 邱家雄 与妻子闹得不欢而散 干脆直接从家中搬出来 带着林月云母女回到自己的老家家椅 光明正大的过上了同居生活 而且她丝毫不介意侯佩曾飞极所出 一直悉心栽培 还将她送往美国念名校深造 在邱家雄花大把钱做教育投资和林月云 温柔淑女士的教导下 侯佩曾就像准明远一样长大 交往的朋友也都是上流社会的第二代 这一点 观影在她那本大爆上流社会秘星的书 上流感中也写到了 隐隐带着不认同 侯佩曾也感念邱家雄对自己的好 使其为父亲力的喊她啪啪 在外人看来 这倒是幸福的一家人 甚至2011年 侯佩曾举行婚礼时 因为亲父侯世红已经过世 牵着他手把他送到新郎身边的 也是邱家雄 至于林月云 后来被问到介入邱家雄 与蔡贵赵的婚姻之时 曾表示抱歉 并放出一个金句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怜亲命薄 甘作妾 可介入他人的婚姻 真的是被逼无奈 别无选择吗 说到底 一切借口不过是粉饰自己的自私 直到2014年 邱家雄病入膏肓 林月云突然提出分手 邱家雄才回到妻子身边 林贵赵 不计前嫌 一直在病榻前 习行照顾 只是这幸福太过短暂 半年后 邱家雄离世 大部分身家却都留给了林月云母女 原配蔡贵赵 只有一套房和少许现金 整整60年的婚姻 邱家雄却有32年 是和情人林月云共度的 蔡贵赵 依然尽心尽力的大典丧礼 蔡家有头有脸的情卷 都来出席了 可令人意外的是 林月云母女却一个没有出现 后来记者追问 蔡贵赵时 老太太带着哭腔 安生说 先生已经过世了 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而就在葬礼后的第四天 记者拍到 何佩曾 与丈夫在探望林月云后 与一众友人吃火锅 然后又到酒吧玩之深夜 期间一直还生笑语 星期四未受波及 这件事被爆出来之后 林月云母女被口诛笔伐 惯以绝情 于是随后在媒体访谈上 何佩曾未给出解释 只是更验着表示有苦舟 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纪念 私生女的出身并不影响 何佩曾与林志玲并列 成为台湾公认双双高的女艺人 2009年的时候 何佩曾公布了与黄伯俊订婚的消息 最初媒体曾报道说黄氏家族是豪门 身价百亿台币 其实不然 黄伯俊父母已经退休 手上有一些土地 市值大约十亿台币 比之豪门尚有不足 而黄伯俊本人 任职花旗环球证券 销售副总裁 是年入40万美金的金融蔡俊 在与何佩曾交往之前 他曾与威风帮孙云英的姐妹陶交往过 却被女方家人嫌弃不够有钱 极力劝阻 侯佩曾与黄伯俊最初的相识 是在一个生日会上 两人交往后 黄伯俊不仅保持着暖男调性 风雨无阻 管街管送 还大走岳母政策 侯佩曾一出差 他就带着侯妈妈 侯外婆 外出 看电影吃饭 持之以恒 终于抱得美人归 2011年 侯佩曾与黄伯俊在巴黎岛 举行婚礼 婚礼现场 侯佩曾把新娘手捧花给了妈妈 说她一生未嫁 想把自己的幸福与之分享 此举者的媒体再次把林月云 和邱家雄的婚外情翻出来报道 林月云被口诛笔法 自然也会连累到侯佩曾 甚至连林月云朋友宣称的侯佩曾 厨子之身 出嫁 洗她母亲的教导 都收获了一大波嘲讽 几个月后 蔡贵赵的外甥女 观影大小姐发行单曲 《关不住的秘密》中有句歌词 玉女以及腿流型厨女才会是话题 被认为是默默地给侯主播补了一刀 就在舆论发酵 都认为观影再次映射侯佩曾的时候 观影晒出了欲后佩曾亲密合影 来破不合传闻 向来明媛和明星一样 交际场上终归要笑脸明人 严格遵守着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的江湖规矩 上一代的前程旧事 阴气的扰攘 总算随着私人隐事告一段落 可是 夫家这边有声事端 2018年后佩曾的公公黄敬春 爆出烂毒的丑闻 他早从2013年起 就频繁出入澳门赌场 英式名人 侯佩曾的公公 总有赌场乐意 食宿 全包的招待 不料 最后一次豪赌 输了3600万台币 黄敬春返回台湾后 还了2000万台币 却还欠证1600万台币 债主多次交涉无果 准备起诉 后来侯佩曾在出席活动时被问及 公公欠赌债之事 他表示账备的事作为晚辈不好过问 不免又被一些恶意媒体 唱衰他嫁入伪豪门 婚后 侯佩曾身下两个儿子 小儿子被诊断为患有容血症 为了照顾孩子 他也减少了工作 四口之家的日子过得也算顺遂 侯佩曾这一路走得并不容易 带着原罪的人生 总是备受争议 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 他凭着自己的努力 在台湾主持界 正下一片天地 可又因完美情商 而被人认为虚假 人生过半 有人赞他 温婉得体 有人骂他 虚情做作 有人连他 惊笑甚微 到底是假面名媛 还是完美主播 还是各自评说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